中国女网红欧可爱 经常发布机车与旅行相关影片 因拥有较小身材高颜值而被受网友喜爱 不料日前却传出她在海南万宁宁水身亡的消息 结束了20岁生命 据悉欧可爱于12月29日 到海南参加了一场机车爱好者聚会 凌晨时分她与刚认识的朋友一起开车离开 没想到车子在转弯时失控 冲出高价的道路翻入河中 事发季的河水并不深 其余三人的车窗正好都是开着的 得以及时逃生 唯有欧可爱座位旁的车窗 始终无法打开最终酿成悲剧 目前她的家属已赶到当地 处理欧可爱的后事 而警方则表示不方便透露处理情况 认为毛骨悚然的事 有网友曾在一个月前留言 询问欧可爱晚上睡哪里 她开玩笑称 睡在海里 没想要却一语沉沉 让粉丝们心痛不已